今天与大家分享庭院中绿化植物的边界处理 我们常遇到的是以下三种情况 一、植物与曲线铺装交接 若铺装面层为规整食材、砖 会存在切割碎角 或者铺装材质松散 如厘石、卵石 这两种情况下 需要有一条额外的收边来分合植物与铺装 比较好的选择是金属材料 其韧性好 可选择的颜色较多 无论是低调还是突出的颜色 适配性都很强 又能增加边界的精致感 二、植物与自然铺装交接 为了保留自然质感 铺装材料与绿化 不需要有清晰明确的分割线 自然过渡 可以选择自然不规则的材料 如石头、靶片 在完善植物边界的同时 还能额外增添意境 三、植物与草坪交接 在多个层次的绿化庭院中 组团植物与草坪之间 若有明确的边界 会让绿化区域更加清爽 层次明晰 但边界的存在不要太突兀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成品草式隔离带 操作简单 也容易出效果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原响家 您身边的造源专家